打开计程车车门正要上车 瞬间惊见着后座 这么这么狂 各种零食饼干塞到快炸出来 全都任你取用 下方甚至还有充电线 牙线棒揪金干洗手 从点心到生活用品应有尽有 乘客实在看傻了眼 这超狂搭车经验 现傻不少民众 还不错啊 肚子要节食啊 你未来还会再找这个司机 再继续载你吗 会啊 应该会 感觉还不错 不只吃得用的 冬天还提供暖暖包 夏天冰桶饮料烧不了 后座还附上中阴日 三种语言标示面费自取 引爆网友热议 不少人大赞司机太佛心了 但也有人表示 其实会不敢吃 就很奇怪啊 天底下没有那个 免费的东西可以吃嘛 如果这免费的吃 我会怕那个安全性的问题 关于说有下什么啊 是饮料有加什么 最怕 有接触到内部的 我们不会去尝试 带小朋友也不会让他们去吃的 对对对对 虽然有人指引 但大多还是正面评价 独自带三个孩子的 单亲问奖透露 其实光是这些消耗品 一个月就得花上好几千元 但他依旧持续着特殊服务 长达七年 原因大曝光 因为我希望就是 给客人留下好印象 我常常会坐在这里 把自己当成乘客 就觉得说 司机要怎么样服务 然后我会下次想跟他叫车 即便也遇过 直接拿袋子 骚光整车 饮料零食的乘客 但问奖笑笑表示 没关系 再补满就好 不论乘客买不买单 打造这移动buffet 超狂小黄 就盼能被客人记得 增加救车率 记者黄英俊黄玉兰 台北报道 脑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 来包某某水 放通心情 舒缓焦虑 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 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辣气的推荐代码 CP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 CPI444